直到在《狂飘》里看见吴振宇的影子我才知道 为什么高吉祥令人爱恨两难 在高吉祥身上 有着吴振宇各个反派角色的影子 比如小人得失的走路姿势 疯狼越大 与越贵 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还有瞬间转换的脸色 究其原因 还要从26年前说起 当时演员张宋文还没入行 在一家大派档里 他发现自己的偶像就在隔壁 于是他鼓起勇气球签名 看偶像好说话 张宋文还轻轻蹭了一下他的胳膊 说完他终于解小谜底 指了指身旁的吴振宇 时隔22年 偶像与粉丝再次成为临座 可吴振宇并不解风情 文言张宋文只是十分腼腆地笑了笑 这当节目接近尾声时 年轻演员都在和导师们求签名 张宋文也跟着向吴振宇要签名 签完后他瞬间笑开了花 然后又捧着本子 宝贝一样特意对着镜头炫耀 1997年在深圳 我让吴振宇签了第一个名 二十多年以后第二次给我签名 再次受到偶像签名的张宋文 兴奋地像个吃到糖的孩子 然而两人的缘分不止于此 张宋文入行后 在电影《搭上海》中也遇见过吴振宇 一个是主角 一个不太起演 但吴振宇的演技却让张宋文受益匪浅 有一场吴振宇像红金宝灵水的戏 为了演出人物的狠力 吴振宇提出了一个要求 张宋文既得尤为清晰 果然反派专业狐非吴振宇莫术 但红金宝有心脏病 拒绝了这种表演方式 于是张宋文就想看看吴振宇会怎么演 只见他抿着嘴 狠撩死把水 眼神也是遮不住的凶狠 看完这场戏 再场的张宋文只有一个感受 吴振宇演反派的技巧 张宋文看在眼里记在心底 外加队偶像的崇拜 他演的高气墙才如此鲜活 不得不说 港星演戏永远有一套 说到这儿 本人想给经常被赶牙子上架的流量明星提个建议 如果真的想成为实力派演员 学习港星的演技不是为一种好的途径 而张宋文就是一个最实在的例子 感谢观看